每次出完旅程 下機後, 無論多少點 我最享受的 就是趕去等一個人小炒 享受豆腐火南飯 還有, 這裡亂中有序的環境 還有, 很了解我的老闆娘 來 要不要試試我們新出的懶肉物以米線 別玩了, 老闆娘 你明知道我喜歡吃甚麼 照舊吧 唉呀, 俊仔 我們沒有賣碟頭飯, 轉了做米線 米線更好吃, 看這麼多菜可以 一定有東西適合 兩菜米線, 賣九十元這麼貴? 那我要一個豆腐火南米線 那就是冷肉豆腐米線 包你一試傾心 俊仔, 下單 這樣下單? 不是呀, 老闆娘 話說回來, 你們怎麼突然轉賣米線呢? 你想想, 以前我在這裡幾檔 都要買小菜、碟頭飯 那大家爭大家生意, 多麼無謂 新開的那一檔, 臨份食早餐 上個星期找我和旁邊的那一檔 炒了幾尾, 大家可以談判 各自賣不同的食物 現在我們又不用搶 你又可以試新菜, 豈不是更好嗎? 老闆娘 喂 老闆娘 是 是, 俊仔 我是旁邊新開的臨份食早餐 專做港式的All Day Breakfast 有粥、有麵、有點心 整個東古亭只有我這一檔 如果你要吃碟頭飯和小炒 就找我炒幾尾 我們的招牌就是, 慢煮豆腐, 千層火腩飯 簡直是男人的終極浪漫 嘩, 就貴了那麼多? 不貴的了, 慢煮, 浪漫 老闆娘, 我和你這麼熟, 我才提醒你 你們這樣合作, 一人做一飯 互不競爭, 即是瓜分市場 很有可能已經觸犯了競爭條例 哪有那麼嚴重? 就是了, 我們是生意仔而已 說到犯法那麼嚴重? 那你就錯了 生意規模無論多大多小 只要相互合起來分餅仔 本質上就是損害競爭 令消費者選擇減少, 甚至比貴一點 是一個嚴重的反競爭行為 就算消費者有其他選擇 你們這樣做, 都是犯法的 如果我想轉一下形象 專門做高檔小丑呢? 那只要不涉及競爭對手之間的 協議、討論和共識 那就真的沒有合作了 那相互當然就可以自行決定 賣甚麼貨品 和自己的目標顧客了 喇… 是我自己要做all day breakfast的 不想你們問問我老婆 是你叫那家賣不同的東西 不用爭的 想賣多貴就得多貴 整個東奧亭都知道的 我們現在就犯了法 這次被你累死了 哇, 你們現在是賴我嗎? 有人說想賺多一點 我才幫忙想辦法 那怎麼辦? 我有沒有機會回頭? 競爭條例是有寬代政策的 第一個舉報 然後符合所有寬代條件的合謀成員 是可以豁免罰款 申請人和舉報人的資料 亦會保密 哇, 這麼小碗? 我醒來還沒吃晚餐, 很餓 哥仔, 大家不友好 讓我先吃吧 拿走 你想我去滅精物? 你有份做的 我是浪子回頭 怎樣才可以獲得寬代 不是嗎? 你不是打算打去舉報我吧 打甚麼? 打甚麼? 現在是我打 我來吧, 等我來 你現在等甚麼? 我來 試試試試看 我吵了 十秒鐘 啊 懷疑有人瓜分市場 可以向競爭事務委員會舉報